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只剩下田富珍还在坚持唱歌 同年 田富珍独自一人登上非常近距离的专访 田富珍很紧张 因为这是她单飞之后在内地的第一个专访 她的自我介绍里故意不提组合 而是特意强调自己的名字 田富珍 非常近距离的主持人李静问田富珍 以本名推出的首张专辑 为什么叫突黑饼 她说是对过去自己的一个总结 也像是告别 时隔十年之后 田富珍凭借专辑《无人知晓》大放异彩 获得2021年金曲奖七大提名 不仅有华语最佳女歌手 也有最佳专辑等 当经纪人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田富珍时 却怎么也联系不到她 结果还真的像她的专辑名一样 无人知晓她在哪里 后来才知道原来她自己偷偷跑去爬山了 手机也没有信号 在歌坛获得如此优秀成绩的田富珍 背景却很简单 1983年3月30日 田富珍出生于台湾新竹县 爱唱歌的田富珍从小就在坊间邻里小有名气 大家都知道她唱歌很好听 声音通透空灵 别有一番韵味 直到2000年的时候 田富珍参加了一场名为 《宇宙2000》《十丽美少女选拔》的歌唱比赛 因为在比赛中表现优异 获得名字 也在比赛中遇到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两个姐妹 任嘉轩 陈嘉化 通过这场比赛 田富珍 任嘉轩 陈嘉化 三人顺利被华语唱片签下 并以SHE为名成团出道 正是在歌坛开启了叱咤风云的女团时代 田富珍也获得了《黑比》这个意名 但由于三个女孩当时还在念书 所以她们第一张专辑的录制并不是很顺利 通过一整年的时间 她们才利用周末 把第一张专辑成功录制完毕 2001年的时候 SHE这张专辑《女生宿舍》正式发行 由于新颖独特的组合形式 让她们瞬间火遍全国 而之后SHE推出的每一张专辑 都堪称神作 Superstar 波斯猫不想长大 而中国化甚至还让她们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 直到2010年 宣布单飞不解散后 三人各奔东西 田富珍也在此之后 推出了两张自己的专辑 Too Heavy和My Love 不过就在田富珍个人小有成绩之后 又被叫回去合体复出 发表了专辑《花又开好了》 虽然三姐妹关系依然如昨 但是多少有点时过境迁的感觉 这张专辑里有一首《不说再见》 是三个人一起写的 但没想到成为了最后一张专辑 见复出后毫无水花 2013年田富珍又马不停蹄地发表了 第三张个人专辑《渺小》 探讨起渺小的自我与宇宙洪荒的关系 但由于意境太过高深 结果也是毁欲参半 直到2015年的时候 一首《小幸运》重新让田富珍名声大振 《我的少女时代》导演陈玉山 还清点由田富珍来唱主题曲 理由很简单 因为她的声音有时代性 能够横跨五六年级的学生 与18岁的年轻人 田富珍的成名之路很简单 但在感情上却一直扑朔迷离 她坦言不能没有恋爱滋润 初道以来试炼过两三次 田富珍曾自爆过两段感情 第一段感情谈了五年 对方个性很强 让自己常常有种抓不住 反而更想抓住的感觉 每逢周末 她一定会乘坐火车 到桃园与男友相会 但对方经常睡过头 让她在车站空等 甚至有一次情绪低落到大哭 第二段恋情在她眼里也很单纯 对方出国留学之前 怕她寂寞 事先写好了三十封情书送给她 要她一天拆一封 所以从那时起 灵魂上的共鸣 一直是田富珍追求的恋情 到后来的田富珍 又被传与周杰伦相恋 但双方一直都予以否认 或许周杰伦一直以来 就是那种追究 简单感情的人 显然不符合她所谓的灵魂伴侣 因此两人也就没了下文 其实对于周杰伦来说 田富珍和林俊杰的感情八卦 更让人津津乐道 林俊杰出生一个音乐世家 天生就有音乐细胞 从四岁便开始学习钢琴 在部队里面也是文艺骨干 经常参加文工团的演出 因此积累了不少舞台经验 也积累了不少原创作品 第一次看到SHE的时候 林俊杰只是个无名小辈 她被田富珍独有的气质 深深吸引 洒脱帅珍 温润开朗的田富珍 与那时候腼腆害羞的林俊杰 完全是两个不同性格的人 林俊杰也在这时 成为了田富珍的谜帝 后来因为音乐才华出众 林俊杰为王心灵 阿渡 于成庆 写了很多好听的歌曲 渐渐从幕后被大家熟知 在2003年 林俊杰发表了第一张专辑 《月行者》 随后不久便推出第二张专辑 《第二天堂》 林俊杰也因为专辑中的江南一曲 瞬间爆火 这首歌一直到18年后的今天 穿畅度依然非常高 爆火的林俊杰 经常游走在各大媒体采访的镜头中 有一次当记者问林俊杰 怎么评价SHE时 她终于把埋藏在心里 好多年的话说出来了 她说自己非常欣赏田富珍 觉得田富珍非常可爱 希望可以追求到她 这也是林俊杰第一次向田富珍表白 无奈的是田富珍在后来的采访中 只是风轻云淡地说了句 我们好像不太熟 虽然林俊杰的第一次表白 已失败告终 但这丝毫不能磨灭她的信心 后来林俊杰在自己的演唱会上 以及各大综艺节目上 都多次隔空表白田富珍 但从来没有对田富珍当面表达过 或许是因为林俊杰太腼腆 甚至不够诚心实意 也或许是田富珍真的对林俊杰没有感觉 所以面对每一次的表白 田富珍都拒绝了 在田富珍每一年的生日 林俊杰都会在社交平台上面 给她送上生日祝福 但田富珍却从来没有恢复过 到后来 林俊杰不断地在自己的音乐道路上勇往直前 发布了无数快智人口的歌剧 其中就有我们很熟悉的 《一千年以后》 曹操 《小九窝》等等 直到2013年的夏天 在林俊杰的演唱会现场 田富珍作为观众 在台下低调现身 此刻已经暗恋田富珍十年的林俊杰 终于决定正式面对面 向女神表白 林俊杰把田富珍请到台上 并且还安排了空中秋千椅 林俊杰一边激动地唱着《小九窝》 一边把田富珍拉上秋千椅 并上升到高空中 惹得田富珍极度恐高 由于过度紧张 林俊杰也不断地跑掉 所以这场表白最终成为两人的噩梦 林俊杰的形象也在田富珍心里大打折扣 后来田富珍也曾在媒体采访中 表示两人都太忙 不适合在一起谈恋爱 还是只做朋友好了 那次演唱会之后 林俊杰便有了一首 源自内心深处真实写照的歌曲 可惜没如果 表达的就是她和田富珍之间的故事 田富珍如今还是未婚 甚至连男朋友都没有 那既然是单身 为何没有答应林俊杰的追求 在粉丝眼中 林俊杰有颜值有才华 最重要的是有显赫的家世 这样的条件 田富珍应该没有任何拒绝的理由 之后有很多网友都曾猜测 她兴趣向有问题 喜欢女生不喜欢男生 因为除了田富珍曾经自爆的两段感情之外 很少有报道和男性的恋情传出 但却不止一次田富珍被拍到和女性朋友关系密切 甚至还一度有传言说田富珍拒绝周杰伦和林俊杰的真正原因 就是因为她喜欢同性 那这样看来 田富珍自爆的感情经历 也有可能是为了给自己同性恋的身份作为掩护 之前有媒体拍到田富珍和周杰伦前助理钟若涵的亲密照片 两人在一起逛街看电影的时候 看起来很亲密 同吃一份报名花 有知情人透露 田富珍和钟若涵有着长达六年的感情 最终已分手告终 当田富珍再次传出消息时 是和钟若涵分手两个月以后 她被拍到和廖慧成二人一同漫步河边 就连过马路的时候 田富珍都要抓着廖慧成的手臂 之后二人一起回到田富珍的家中 直到次日下午才再度离开 也有可能是因为一门心思全都放在了事业上 才导致田富珍没有时间顾及自己的感情生活 但不管事情究竟如何 田富珍的音乐才华都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虽然她的感情问题扑朔迷离 但这丝毫不影响她在粉丝心目中的地位 她从黑饼到田富珍 自从在组合中出来以后 田富珍一直沉淀 让她有了自己独特的形象气质 和让人欣赏的美丽勇敢 她说过 其实不太在乎大红大紫 在乎的是能不能一直唱下去 因为这是她小时候最开心的事 她的一生也许就像她最新专辑的名字一样 只有告别了过去的自己 才能迎接一个更加辉煌的名牵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如果您对本期视频有何感想和建议 欢迎在下方留言 如果喜欢本频道 别忘了点击关注 下期视频我们再会 期益 使用 使用 对 可惜